Hello 大家好 老公吃完蝦餃都仍然吵 那些男人得一就想熱 現在又說要吃燒米 做賣給他希望月美出糧的時候 他懂得做 老婆你沉沉沉說什麼 沒有 我跟網友分享怎樣做燒米 首先需要一塊美麗的梅頭肉和蝦肉 用水浸泡風格中可以撕出血水 摸完蝦殼 就用竹籤在蝦的大心節挑出的蝦腸 灑一湯匙生粉和少許糖 再用清水洗乾淨 洗到水已經變清 就啤水它10分鐘 啤水的原因是令蝦更加彈牙 啤完水的蝦看上去會很有透明感 用廚房紙印乾 然後放入冰箱一個小時 比起再次收乾些水 把蝦分為兩份 這一份用刀柄拍一下它然後剁幾刀 另外一份蝦就把它切成粒 這樣方法處理的蝦吃起來的時候就有不同層次的口感了 粒燒米好不好吃 怎樣處理豬肉就是關鍵 將浸出血水的豬肉先切片 再切條然後再切粒 盡量切得小粒 然後不斷刀幾下 再一次用清水洗一下 看還是有血水的 這些就是腥的來源了 搞定了兩個重要的 我們去看看其他材料 灑一些生粉 生粉會吸走在冬菇表面上的汁質 用嫩水浸軟 浸軟了之後就把它切成粒 一塊肥豬肉大概80g 把它切成粒 然後剁幾下備用 好可以開始攪拌了 這裡是500g剁碎的豬肉 灑一茶匙的鹽 用同一個方向攪拌 攪拌至起膠為止 看到起膠了 就放慢個蝦肉下去 這裡的蝦肉是330g 而它和豬肉的比例 將會是6比4 加3湯匙粟粉 然後用同一個方向繼續攪拌 這個是手工燒賣 真的要好有心機慢慢攪拌 攪拌到類似這樣的質感 就放全部的調味料下去 繼續攪拌多幾分鐘 放冬菇粒和豬油粒 攪拌到它們均勻為止 最後放豬油和芝麻油 鎖住肉汁 然後醃4小時 如果買不到燒米皮 肉餛炭皮都沒問題 放個碟仔在上面 然後切走它的角 這樣都ok的 好呀 比起蝦餃 包燒米就容易得多 放了餡料之後 放在蠔口那裡 彈彈圈地捏它 同一時間 用一把平的刀向下壓 那它的形状就会出来的啦 最后用把刀压平顶 酒楼的师傅就有专用的工具 没的话就用个扁平的刀来代替 接着放在个桌上摊下它 摊出肉里面的空气 令个馅固定一点 同时它的底刀会变平 一粒一粒站定定就很帅气啦 豪华板就用鱼籽 不过老公还没出粮 那就用红萝卜先啦 用大火蒸它8分钟 哇好香啊好帥仔啊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就帮我分享留言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